二十大后,习近平清定的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上福相继消失 接着火箭军高层被连国端,三中全会也被推迟 这一切表明习近平新时代并没有开创新局 而更像是遭遇了滑铁炉 6月27日,星期四,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央政治局会议,星期四,审议通过了对李上福和魏凤和的处理报告 决定开除两人的党籍,取消李上福陆军上将的军衔 取消魏凤和和火箭军上将军衔 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根据行华社的报道,李上福被指控,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对抗组织审查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取巨额钱财 涉嫌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 魏凤和被指控,对抗组织审查,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收受礼品理金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的贿赂 调查机构对两人问题的定性大致相近 但仔细分析也有不同 对抗组织审查表明,李尚福和魏凤和两人得调查不满 承担抵触的情绪,李尚福还有行贿的罪名 表明李在上升的过程中也曾经买过官 但问题在于,既然李尚福问题如此严重 怎么就通过了习近平的法眼呢 对魏凤和问题的定性认为 信仰坍塌,忠诚师姐,辜负信任重托 这显然比李尚福还要严重 我的看法是,由于魏凤和是在退休后 因火箭军的贪腐而被牵连 他的对抗情绪显然比李尚福更加的激烈 魏凤和是李尚福的前任 他在2018年3月担任国防部长任职5年 2023年3月退休 魏凤和在2015年到2017年担任首届火箭军司令员 去年年底,中国人大罢免了一批军队的人大代表 其中火箭军高级将领之多就令人震惊 被罢免的人大代表有火箭军两任司令员李玉超和周亚林 火箭军原参谋长副司令李传广 火箭军原装备部部长吕洪 以及承认火箭军副司令后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张正忠 开除李尚福和魏凤和党籍的决定 预计将在三中全会上加以确认 他们的中央委员资格也将被取消 与李尚福几乎同时被任命和失事的 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虽然被撤职 但目前仍然是中央委员 预计三中全会也将正式撤销他这一职务 如何看待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前的举动呢 一杀鸡儆猴 6月17日到19日 中央军委在延安举行政治工作会议 习亲自前往并发表讲话 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6月17日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并且印明确枪杆子也始终掌握在 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明确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 藏身之地 铲除腐败之身的土壤和条件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台湾智库 好处对两个前任国防部长的处理 就可以产生杀鸡儆猴的效果 二军队内斗严重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庄家颖分析指出 中国中共和解放军领导层 有点像个黑匣 但在习的领导下最近的变化 让这个体系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 更上一层楼 伦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任 曾瑞森表示 现在这些人事变动 或意味着习家军面临内斗 现实情况是 在去年十月的二十大上 习已经铲除了党内的其他派系 并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要子 如果他要认真维护党籍 他确实是认真的 他就必须拿下自己的亲信 曾瑞森说 而一旦其他派系被清除 习派内部就会出现无数个小派系 看起来秦刚和李尚福都是因为其他小派系 向习告状而陷入困境 吴瑟智表示 习近平在第三任期的整军动作 其实很明显 除了对李尚福火箭军的整治 也组建了新的信息资源部队 他应该是感到没有控制好军队 会影响到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他有政治的不安全感 于是透过对军队的整治来立威 他认为习近平现在最担心的是 可能有反对他的人通过军队 来进行相关的谋反行动 吴瑟智还说军队的贪腐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会影响到战斗力 国际智库有很多论述指出 中共军队的发展 伊朗和西方先进的军队有一大段距离 实际评论员中原先生表示 三中全会前当局对李尚福和魏凤和两人的问题 舍不得不公开处理 这等于把中共军队的内乱正式揭开了锅 对两人处理的通报都说 对军队建设和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影响极为恶劣 危害特别巨大 中共这就等于承认军队出了大问题 中原说对习来说 更重要的是还有谁可以真正被信任 秦刚的事还没完 后面可能还有大事 这都是中共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标志 三 习不上美国人的大 如果我们把中国军队严重的腐败 累斗 以及军心不稳 于近日英国金融时报 关于习近平不上美国人的当的报道联系起来 似乎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团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 去年4月 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北京 习向他表示 美国一直在诱使他出兵侵犯台湾 但他不会上钩 美国政坛智库美军将领 不但有人预警 中共可能在2027年或2035年武力进犯台湾 实现他无同的目标 习这番表态是否是真心 或意味着中共近期没有力量犯台 是美国过滤 外界夸大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 但并不厌诈 为其敌或袭击都可以这么说 解放军军舰不断的老台 军机不断的老台 或进行示威演习 平凡预约台海中线 否定70年来台海两岸有中线的默契 习近平这番表态 卢数真心 和意味着中共近期无力犯台 使美国过滤 外界夸大 中共武力犯台可能 但兵不厌诈 为其敌或突然袭击都可以这么说 解放军军舰不断老台 示威演习 军机频繁预约台海中线 否定70年来台海两岸有中线的默契 耀武扬威 难道只是在威吓没有备战的动机吗 我的看法是 习近平应该是自知 解放军的腐败 权斗和内部的侵袭 已经带来了军心的不稳 茂然攻台 不仅难以取胜 而且还是扳了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加之 俄乌战争 也给习泼了一盆冷水 号称世界军力排行第二的俄军 竟那么不禁打 坦克战机和导弹防御系统 都被乌军用并非尖端的西方武器 打得落花流水 中共多数武器是沿袭俄制系统改良 向14亿人吹嘘 解放军有多强大 就像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向东说的 虚假战斗力 是难以挑战美军的 美军前印太司令阿奎利洛说 一旦开战 美军可以在24小时内攻击中国域1000个军事目标 新任印太司令帕帕罗近日说 中共卢队台湾动物 要给中共一个地狱般的迹象 习近平不上美国人的沟 不实为不动物而为自己找台阶下 即可制约银派梧桐主张 也可以给极限盎然的粉红们一个交代 事实上 中国经济在疫情后急剧的下落 已经打不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中共如想武力吞并台湾 不但所谓的中国复兴的梦将会破裂 习近平政权也将会埋葬自己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